看似普通 却能获得高额收入的化物源工作 背后到底暗藏何种玄机 该公司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民警潜伏其中深入调查 他们又能否不被暴露成功取证 点诈卧底探案记 全网追踪 我们即将为您追踪 大家好 我是轩一 欢迎收看全网追踪 在这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每周最令人关注的网络话题 我们还将和公安机关一道 以案说法 借助数据分析 为您探究网络世界的深层秘密 我们将与您一起 破解网络迷局 剖析最新的网络动态 识别网络陷阱 每周日的晚上 轩一和您一起全网追踪 近年来 随着持续不断的普法宣传 人民群众对于冒充公检法诈骗 杀猪盘诈骗等 常见骗局的防范意识 有所增强 但电诈分子轨迹多端 作案手法不断翻新 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让人防不胜防 各地公安为了保护好 我们的钱袋子 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接下来本期警讯 将为您带来一线民警 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 最新案件和成果 钱没有转吗 钱没转 没有转站给对象吗 没有没有 钱情况不要转 画面中的女子 是来自越青市的刘女士 此时面对越青警方的到来 她有些惊魂未定 因为就在几小时前 她接到了自称是 温州市公安局 反诈中心民警的电话 电话那头 这名所谓的民警 告诉刘女士 称她在广州市 办理过的银行卡和电话卡 均涉嫌电信诈骗 要求刘女士 需将涉案银行卡内的资金 转到其指定的银行卡 接受审核 如果刘女士不照做的话 就会冻结其名下所有的银行卡 担惊受怕的刘女士 此时对这名所谓民警的话 深信不疑 于是按照对方的指引 一步步操作 与此同时 浙江省越青市公安局 黄华派出所 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预警 时间紧迫 民警赶紧对刘女士进行阻止 然而当民警尝试联系刘女士时 却不太顺利 我拨打了数十个电话中 仅有一个电话接通 但是在我和刘女士交涉的 短短几句话 刘女士就划断电话 在言语中表现出对我们 公安机关的一种不信任感 甚至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骗子 情况不容乐观 越青警方于是立即联系刘女士的亲属 最终在亲属的帮助下 成功找到了刘女士 此时刘女士已经按照骗子的要求 下载好了软件 正准备进行下一步操作 民警立即对刘女士进行了劝阻 听完民警的话 刘女士才得知 自己差点落入骗局 在警方的配合下 刘女士于是赶紧卸载了 这款应用程序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021年2月份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接到了市民刘女士的报案 她称 前不久收到了一条刷单就能高额赚佣金的兼职短信 而任务则只需购买商品后再给好评 就能连本带利赚高额佣金 心动之下 刘女士添加了对方微信 并下载了对方推荐的某平台 跟着对方指引开始刷单 很快刘女士就拿回了自己的本金 还小赚了一笔 在接下来的刷单中 也都能获得5%的返利金额 从200块钱开始 然后200 500 15000 1万 2万 3万 5万 甚至刷到5万的时候 对方的话还有佣金还给她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的受害人 就完全相信了这个平台 也相信了这个所谓的导师 接下来的活动就是 导师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尝到甜头的刘女士 不断加大刷单本金 但没想 付了10万后 对方就停止了返现 额度刷大了之后 对方就会提示 交易流水过大 需要交保证金 不然的话 你之前刷的这个钱的话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返还给点 当时就交了10万块钱保证金 接着保证金交了之后 对方又以验证码错误为由 然后要我们的受害人 接着再交20万的保证金 不交这个20万 你前面的10万块钱也拿不出来 当刘女士一次次 按照对方所说的 共缴纳了61万元后 她才发现 这些钱根本就不会返还给自己 最终在家人劝说下 刘女士才报了案 接警后 民警在对刘女士 汇款资金流向的调查中发现 刘女士的资金 全都流向了境外 且通过调查对方的社交账号 民警还发现 账号的IP地址 也都位于境外 此时民警分析 这是一个藏匿在境外的 有组织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通过继续对资金的追查 民警发现 资金流向了深圳某虚拟货币交易所 平台上的成对商账户里 因此民警分析 嫌疑人正是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 将钱洗白 于是民警立即赶赴深圳 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 将专门从事虚拟货币洗钱的犯罪嫌疑人 缉纳归案 截至目前 警方正在追捕其余犯罪嫌疑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大家好 我是轩一 欢迎回到全网追踪 说起谍战剧里的卧底情节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在电视剧里看着都如此的紧张揪心 不知道当它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本期节目 轩疑带您一起去认识一位卧底警察 并同他一起重新经历一场连环电扎案的侦破过程 这是一家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电话服务公司 公司员工正在井然有序地工作 一切看上去和平常没什么不同 然而再过不久 三河警方等待多日的一场收网行动 即将就要在这里展开 而协助完成这次行动的卧底警察 此时也正潜伏在其中 民警迅速控制住场面 与此同时 卧底也成功抓获两名意图逃跑的领导层人员 这是人士 这是路啊 我们在这边 别动 请查 赵哥 你的吗 刚刚短片里出现的这位卧底警察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 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居阳西派出所的副所长 赵库 赵警官 干了将近十年的警察 赵警官破获的案件无数 但他深入犯罪团伙内部还是头一遭 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潜伏取证 帮助警方最终成功打掉 这一涉案金额数千万元的特大电信诈骗团伙 然而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最初一谈究竟 买多品的钱是从哪来的 是我自己挣来的 什么工作 能拿那么多 说 我的钱是打电话 加微信挣的 挣提值 多加微信能多挣提值 你再具体说说 仅靠当化物员的提成 就能在没有正当工作和家庭接济的基础上 有余力购买毒品 太不合常理了 赵库很快意识到 面前坐着的这个吸毒贩王某 很可能还参与到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当中 新案子来了 真是没想到啊 竟然是在处理涉毒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发现了电信诈骗案件的蛛丝马迹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已知的线索只能作为警方的推测 要想证明这家公司确实存在电信诈骗行为 必须要取得直接证据 那么为什么三合警方不直接取证 而是兵刑险招派遣卧底打入公司内部呢 他们又是为何决定安排赵警官 作为最终卧底人选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听着赵库汇报的新案情线索 三合警方很快意识到 这起案件取证的棘手程度 没有接到任何报案信息 意味着警方要自己乔装去获得证据 但是派谁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领导看着正在汇报工作的赵库 参与过刑事案件的侦办 还能从前案审讯中 率先发现蛛丝马迹 想到这里 这次卧底任务的人选 他的心里渐渐有了答案 丰富的办案经验 与细致稳妥的办事风格 让赵警官最终成为卧底人选 准备打入对方内部 只是该如何开始调查呢 今天我们演播室就请到了 此次卧底任务的主人公赵库赵警官 请他来谈谈在整个卧底过程当中的 感受和心路历程 赵警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赵警官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您是主动接受了这项卧底任务 但是您之前并没有过卧底的经验 这次接到这份任务的时候 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还是比较平常心 主动接受是因为通过审讯前案的王某 我对潜伏取证这个案子 内心有一定的处理思路 尽管之前没有卧底经验 但办案多年 对于犯罪探用的刑事风格 还是有所掌握 有这两点做支撑 后续的应对思路也比较清晰 所以我和同事很快制定了详细的面试应对措施 这一般人啊 面对普通的招聘面试都会很紧张 您这是深入虎穴去进行面试 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当时的心情总体还算平静 对于这个任务也有一定的把握 不过在即将踏入公司面试前 我确实有些紧张 但我马上在脑海中快速回顾了一遍 自己此行的目的业任务 镇定心绪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就敲门进公司面试了 面对警惕的面试主管 单枪匹马前去面试的他 究竟能否通过重重考验成功入职 这家公司背后 到底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你是来干嘛的 我是来面试的 你是过来面试的是吧 对对对 你对三合熟悉吗 不熟悉 刚才没喝酒 听你这口音也不像三合本地人了 我是河北人 但不是本地的 你以前是干中介的对吧 你们中介这个经理是谁啊 是老赵吧 不是了 现在是陶经理 为什么不带以前那个东西的公司干 公司倒闭了 行 回去吧 等销利吧 等通知吧 好嘞 这个对方是来势汹汹啊 看来这面试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我注意到 当这位主管提到您的口音 这样比较尖锐的问题的时候 您的表现仍然是非常镇定的 是因为这早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是的 这些题目虽然来者不善 但主要都围绕着 与自身经历相关的地方 这是这个我们前期调查中有所发现 那么就是比起本地人 这家公司更愿意招聘 人生地不受的外地人 方便他们控制 在了解到这个背景之后 尽管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准备到 但回答的思路和方向都比较确定 所以反映起来也比较自然 赵警官 刚刚面试时我注意到 您在填写住址一栏时是有过犹豫的 那最后您填写的还是您的真实住址吗 就是您填写这个住址的时候 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这个住址并不是我真实的住址 考虑到真实的住址 会有相似的邻居 打招呼等不可控因素 我们另外找了一个这个小区 选择这处小区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小区的出口管理比较严格 即使大门敞开 但有保安管理 可以保证跟踪者 不能同时进入小区内部 确实没想到面试中 他们不仅没有问您 与工作职位相关的问题 反而针对您自身的过往经历 进行了反复的询问 但好在您都应对过去了 最终也算是有惊无险 那赵警官到这里 您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了 在当时确实是松了一口气 但经过这场面试 我清楚地意识到 对方的警惕性很高 我认为相应的 他们的反差意识也很强 所以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 果然在面试之后 在回去的路上 我发现自己被对方派的人 为谁跟踪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面试当天 警方在大楼外部 同时安排了便衣保护照库 没有上前联系 就是不要联系 便衣知道 这是赵库静止离开的用意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接下来 或许赵库单独行动 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个人跟丢了 果然 他直接找到这里来了 赵库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对方要查的是 他填写的信息是否属实 还好 事先已经做好部署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当着跟踪人的面 假装在路上买水果 耽误了时间 让他看到自己 大方地走进去 没想到这伙犯罪分子的 警惕性如此之高 但是赵警官 我有一个疑问 您在发现被跟踪的时候 这个心里边是否一紧 是的 但我知道对方派人 跟踪我的目的 尽管这事先 不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 但凭借经验 还是能够比较理智地去面对 现在看来 这犯罪分子的戒备心 是已经差不多解除了 那么赵警官 接下来您是不是很快就要入职了 是的 两三天后 我就接到了这家公司打来的电话 让我尽快回去上班 历经面试 被跟踪 等重重考验 赵警官成功入职 此时 嫌疑人的戒备心 是否真正解除 入职之后 等待赵警官的将是什么 他能否如愿以偿 收集到嫌疑人的犯罪证据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真正的考验终于要开启 赵库告诉自己 取证要紧快 但也要小心 赵库被人士带到自己的工位上 刚一坐下 对方就递给他一叠画数单 看着手里长套的资料 赵库初步知晓了 这个公司的业务流程 看来这家公司招聘的化务员 还真是不少 那您这份化务员岗位的 具体工作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打电话 但要根据犯罪嫌疑人 准备的画数单和电话本 冒充正规证券公司的客服经理 按照上面的具体流程 去不打电话 电话本上的这些号码 是经过筛选的吗 对 这些带有个人信息的电话 都是犯罪嫌疑人 通过各种渠道买来的 号码的主人 都是在股市 有一定投资经验的股民 所以面对化数单里的 许多的高额收益 他们很容易动心 甚至上钩 看起来这伙犯罪分子 不仅反侦察意识极高 也掌握着一套 成熟的话数诈骗套路 确实如此 所以成功入志后 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一定要尽快掌握证据 但没想到入志当天 我开始搜集证据的过程中 就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发生 为了做惠联推广 你也知道现在证据不是太多 都是好多 所以证据公司现在会有 推广 反分析师会给大家 免费分享一些股票信息 都是非常不错的中短线 干嘛呢 都在68到30% 你已经开始打了 我听个微信 刚才电话卡忘记给人去了 把他换上去打了 还好录音并没被发现 但接过电话卡 照顾意识到两点 一 有电话卡 意味着不仅是公司电脑 还会用到自己的手机去拨号 取证更加方便了 是好事 但第二 这家公司把风险 转移到化物园的身上 降低公司被查抄的几率 看来背后的犯罪嫌疑人 经验老道 要抓不到 恐怕并不容易 照顾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迟疑 他需要扮演的 再投入一些 你好 中原邓讯 请请你资格公司股票吗 取证之路 惊险连连 卧底身份 还能否不被报 多管旗下 收集证据 他又将遇到何种突发情况 潜伏任务 最终能否成功完成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真是让人看得捏了一把汗 潜伏在其中 在警察和化物园 两种身份之间变换 您不仅要保护好 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 还要尽快搜集到有用的证据 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那么赵警官 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 搜集证据也是很危险的呀 当时确实很紧张 但我必须尽快完成任务 既然刚刚视频里 直接录音的方式 有一定的暴露风险 那您接下来是怎样来 安全地收集证据的呢 了解到录音取证 在当时的现场环境中 不是最佳选择后 我开始意识到 尽快地接触一些公司的 其他人员 大家休息的时候聊聊天 从他们口中 我得知了不少公司 有用的线索 例如我在其中 名叫阿亮的同事 口中就对公司的员工的待遇 以及员工程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太好了 那这之后的行动 应该就顺利很多了吧 确实有所帮助 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国体过程中 尤其是初期取证时 由于环境 还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所以时常会有 突发意外发生 需要我们随时保持警惕 随机应变 一切按照照库的计划进行着 与同事的闲聊 让他搜集证据的速度 突飞猛进 这一天 赵库就在与阿亮的闲聊中得知 公司似乎碰上了什么麻烦 听说最近有几个商业公司 点被端了 情况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这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告诉大家 最重要严谨一些 不要出现任何场所 好的 赵哥 赵哥 在这干嘛了 在这干什么 我来交报表 什么报表 给我看看 咱们的业绩表 没有什么事 你们就先回去吧 不要在这边再讲话了 好的 走 抽干净 走 看来对卧底来说 这令人措手不及的状况 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真是一刻都不能放松 看来这阿亮和您的关系 还真不错 但他也只是一个化物员 您从他这里能够了解到 多少有用的信息呢 您便看阿亮年纪不大 但他为人活络 交集面比较广 不仅公司内部的员工 他比较了解 这栋大楼内 其他公司的员工 与他也都比较熟悉 所以我选择他作为 辅助取证的一个途径 而且还多亏了他 在日常和其他化物员 闲聊的过程中 经由阿亮 我也认识了在这栋大楼 别的楼层工作的人 也就是在这些闲聊交谈中 一个原本不在计划内的 新情况出现了 这事情的走向 好像是越来越复杂了 那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您能和我们具体说说吗 没问题 就像大家刚刚看到的 在一次与楼上某公司 两位工作人员交谈中 我意识到 这家公司的基本业务 和我所潜伏的公司 基本相同 于是我当天回家 立即向领导汇报 经过多日观察 在排除了两家公司 是同一诈骗团伙的 可能性后 我和同事很快意识到 在楼上很可能又出现 一伙电信诈骗团伙 原本就是由涉毒案件 牵扯出的本案 现在又牵引出了 这个新的案情 这可真是太少见了 那赵警官 楼上这伙电诈分子 他们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这伙电诈分子 与我所潜伏的 那伙电诈分子一样 都是从各种渠道 购买来 带有个人信息的电话 再招募华委员 去冒充身份 拨打电话 诱骗受害者 不同的是 这伙电诈分子 是电信医疗诈骗 他们声称 自己卖的产品 具有包治百病的效果 针对存在求医问题的 被害人进行诈骗 而实际上 他们出售的 只是普通的托奶 经话术的包装 摇身一变 就成了能治病救人的奇药 原本只有几百块钱的托奶 被骗子抬高至几千元售卖 对于有病人的家庭来说 本来就已经是负担很重了 他们竟然把黑手 伸向了这些人 真的是太可恶了 没错 考虑到时间一长 两起电信诈骗 案件牵扯的被害人 可能更多 我与同事相互配合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终于彻底摸清了 潜伏公司的组织结构 和人员构成 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 楼上公司的一举一动 那您能跟我们详细说一说 就是您所潜伏的 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吗 好的 主持人 我所潜伏的这家公司 有两名老板 下边分社 行政 财务 技术 客服 四个部门 对接上海 广州 等多个上线公司 公司化务员60余名 就是通过拨打电话 添加炒股者微信的方式 实施诈骗环节的第一步工作 非常感谢赵警官 谢谢您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到 这些关键信息 再加上之前收集到的 话术单等相关证据 三合警方这场 为期一个月的卧底任务 终于到了要收网的日子 在掌握了大量关键证据后 上级命令果断收网 2020年6月初 三合警方出动警闭 最终一举捣毁犯罪团伙 别动 然后离开地方 别动 请查 赵哥 你怎么 现场供抓获犯罪嫌疑人 六十余名 赵警官 这个抓捕行动 真是一气呵成 两伙犯罪嫌疑人 终于被一网打尽了 但是我同时 还有一个问题 之前听您介绍 这两伙犯罪嫌疑人 都是靠招募划务员 来实施第一步诈骗的 那这些诈骗参与者 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不少诈骗参与者 都是一些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对于这个社会 怀着赚钱的憧憬 刚开始 并未及时认识到 这是诈骗 甚至两名老板的年龄 也只有三十多岁 看来这电信网络诈骗 无处不在 参与电信诈骗的人 也并不一定全都是 有犯罪意识 和规划的犯罪分子 还有一些是 法律意识薄弱 被高薪所诱惑的青年人 赵警官 面对这样一些 可能会走上辅助犯罪 这一灰色地带的年轻人 该如何让他们 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呢 电诈骗分子 只是极为少数的一帮人 因此 他们要扩大犯罪范围 就需要招揽一些人 进行辅助犯罪 面对这种情况 国家严厉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 除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 不受骗上当之外 也是防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进入这一灰色地带 但我们在这里 也请大家谨记 每个人都有自己在 社会中的使命与担当 我们鼓励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寻找正当途径 增加财务收入 但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不要被减钱的一些小利 所诱惑 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 同时 我们也要提醒投资者 普通的投资 是无法带来 20%至60% 这么高的收益 股票这件事 更没有所谓的股神 仅仅靠别人的分析 来进行投资 是对自己钱财的不负责任 因此 不要轻信所谓的建股师 避免落入杀猪盘骗局 如果发现被骗 请及时报警 好的 非常感谢赵警官 谢谢 一路走来 我们了解到一线民警 在办案时的艰辛与惊险 更加佩服民警们的 激情与果决 同时呢 全宜在这里要呼吁大家 不要轻信所谓的高额利润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理性投资 防止上当受骗 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都说到过亲朋好友发来的 要求我们帮忙投票的链接 不得不说 现如今各类投票活动 风靡社交网络之中 但想要获得第一名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呢 就衍生出了刷票行为 可是刷票的风险 你又知道多少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反诈民警带来的 反诈妙招 最近 报案白女士称 自己在微信群内 刷到了一则 萌宝宝大赛活动 该推送称 只要在参赛链接你 发布宝宝照片 参与投票 获得第一名 就可以得到数万元奖励 于是白女士就发布了孩子的照片 短时间内迅速获得了数千票 但是距离第一名还很远 这时主办方客服联系白女士说 可以进行刷票 为了获得第一名 白女士向客服介绍的刷票人 支付了上千元 带刷了一千票 然而奖品还没有兑现 客服和刷票人 却将白女士拉黑了 在此类骗局中 骗子们会虚构比赛奖品 诱导参赛者花钱刷票进行排名 从而骗取参赛者的财物 实播这类骗局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做到以下几步 第一 当我们参加投票比赛时 必须辨别比赛真伪 确定是否为正规商家举办的活动 尤其对非本地平台举办的 涉及本地的投票活动 更是要十分警惕 第二 碰到填写个人信息时 要警惕 不要涉及银行卡号 账号 生日等信息 要尽量避免填写详尽的资料 尤其在涉及身份信息 住址 财产信息等 更要十分谨慎 对来源未知 以活动名义发送的链接或软件时 要谨慎 小心手机被植入木码程序 导致银行账号 密码等信息被盗 第三 注意活动奖品发放方式 现金 手机 儿童电动车 这些奖品如此贵重 若发奖方式没有说明 既没有提及到什么地方领奖 也没有赞助商 那很可能就是骗局 第四 越是正规的比赛 主办方往往对于投票 有着严格的控制 一切付费刷票行为 一经发现 很有可能就被取消参赛资格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比赛规则 奖品越诱人的比赛 大家越应谨慎 刷票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比赛规则的不道德行为 因此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比赛规则 以免落入陷阱之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类骗局 骗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实施诈骗 面对这类骗局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一起听听反诈民警怎么说 近期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案件 可谓是层出不穷 我们的市民李女士 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说李女士的医保卡 在外地有违规消费 涉嫌违法犯罪 并且在电话当中直接接通了上海公安的电话 对方的公安称李女士如果要自证清白的话 就有把自己账户里所有的资金 汇入到公安局的安全账户 当下李女士被吓得没有了思考的能力 把自己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全部汇入了骗子的口袋 这就是近期典型高发的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骗子通常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 或者法院的工作人员 并且能出示警官证 工作证 逮捕令 通缉令等等 来获取被害人的信任 于是骗子通常会说 被害人涉嫌违法犯罪 如果要自证清白 必须把自己银行卡里所有的钱 汇入到公检法的安全账户 这使骗子还会让被害人来提供自己个人的银行卡号 密码以及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要避免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有国家公务人员来电时 请一定要注意甄别 如果电话号码之前 有加或者00开头的 那就是诈骗电话 第二 国家公务人员不会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来办案 我们也没有设置所谓的安全账户 如果有人让你把钱汇入到安全账户的 那就是诈骗 第三 逮捕令这些文件属于涉密文件 我们不会让涉案人员自行上网查看 也不会通过邮件的方式下发 如果有 那就是诈骗 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 如果您碰到一些电话或者情况 可能疑似是诈骗并不太确定的 那么您就可以拨到110 或者国家反诈中心热线96110来核实 这也提醒我们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 对于一些国家机关人员的来电 一定要仔细辨别真假 警方被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网追踪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